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姑娘骑在一条龙的身上 这条龙有一对大大的翅膀 它的肚子也很大 爪子也很尖 可是你看它的眼睛 看起来一点也不凶猛 龙的图书馆 会是这条龙开的图书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故事吧 龙的图书馆 飞夜上有个小姑娘正看着书 趴在桌上睡着了 她在做梦吗 太好了 又到去图书馆的日子了 这家图书馆的馆长是龙 龙爱看书 还会飞到很多国家去找书 多年过去 龙的图书馆的藏书 比天上的鸟 海里的鱼还要多 我们看图上龙的图书馆 这五个字就写在这个建筑上面 这栋建筑看起来很有年代感 像是几百年前的房子呢 建筑上还有一本 大大的打开的书的雕塑 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建筑 是和书有关的 图书馆坐落在一片山谷里 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丘 周围绿草阴阴 陆陆续续有人过来 近处有一个穿黄裙子 背着书包的小姑娘 这里有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去看书 故事里的我是谁呢 我们往下看 很多人喜欢来龙的图书馆找书看 他们说这里有不少书是少见的宝贝 不过大家还是有点怕龙 龙又高大又有力气 一口牙又大又白 画面转到了图书馆的内部 和我们平常见到的图书馆很像 有大大的书桌 有高大的书架 人们三三两两的在书桌旁静静的看书 这个小朋友在看一本小小的书 她的妈妈也在旁边非常专心的看书 人们一边看书 一边喝咖啡 看起来这个图书馆的氛围非常温馨 在这一页龙出现了 我们看到龙身上全身都覆盖着鳞片 它的肚子大大的 这条龙看起来已经不年轻了 站立起来就像是一个龙爷爷 你看它的翅膀 翅膀上还有一些缺口 这条龙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历过很多事情 使得它的翅膀都有一些缺损了呢 看 它还戴着一副眼镜呢 一定是它太爱看书了 所以眼睛都快看花了吧 它的牙齿确实很尖 你觉得它看起来可怕吗 可是我不怕 我喜欢龙 我觉得它也喜欢我 我们一起看过很多书 有写公主和美人鱼的书 有写天气的书 还有字很多的书 龙馆长 你为什么要开图书馆 书可是宝贝 给了我很多快乐 叫我明白了很多东西 有了图书馆 我的宝贝也可以给大家快乐 你真好 我长大后也要做图书馆的馆长 原来穿黄连衣裙的小姑娘 就是故事里的主人公我 你看她悠闲地躺在地板上 龙卧在她的旁边 她们在一起阅读一本书 龙把翅膀收起来 目光慈祥地看着小姑娘 看来她们已经是忘年交了 她们都看过哪些书呢 看这里有小红帽 小王子 野天鹅 五指姑娘 卖火柴的小女孩 这些书你都看过吗 这些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经典童话 在这里 小女孩问了龙 她为什么要开图书馆 龙馆长是怎么说的呢 啊 龙馆长认为 书是宝贝 带给她快乐 让她明白事理 因为她收藏了很多很多的书 所以她开了这家图书馆 也是为了让她的书 带给大家快乐 小女孩在这里也树立了她的愿望 就是长大后也要做图书馆的馆长 图书馆里的书太多了 龙会飞起来给人们找书 他找书可快了 我想飞行万里的蝴蝶在这里 龙对我说 看到了 真的在这儿呢 做馆长是不是要学会飞 还要找得到每一本书呢 画面上 小姑娘骑在龙身上 龙张开了翅膀 飞翔在图书馆的空中 龙为什么要飞起来呢 原来呀 图书馆实在是太大了 书架非常的高 很多书在高高的书架上 如果不飞起来 是够不到的 所以龙乐图书馆特别适合由龙来当馆长 因为他有一对翅膀 可以飞起来找书 是不是很方便 作为馆长 快速地找到人们需要的书 也是必备的技能呢 他们在这里要寻找的书是飞行万里的蝴蝶 小朋友 你看到这本书在哪了吗 没错 就在这里 在很高的书架上呢 龙馆长可真厉害 图书馆里有这么多书 可是每一本书在哪里 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有一天 我一不小心把书 对不起 这可是一百多年前的书 是宝贝中的宝贝 龙对我说 我真想发火呢 以后看书 要小心一点 小女孩把书 不小心撕下来了一脚 这本书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可能也是因为如此 他的书页已经很脆了 所以稍微一不小心 一用力 书页就会被撕下来 作为特别爱书的龙 看到宝贝书被破坏了 当然很心疼啦 所以他会说 他真想发火呢 看这里 龙双手拿着工具 旁边还有尺子 他在做什么呢 没错 龙馆长是在修书呢 在过去 真品书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也很容易破损 破损的书 难道就扔了吗 当然不能 是要有专门的修书匠 用一套专业的修书工具 把书修理好 记忆高超的修书匠 可以把一本破损的书 修复得完好如初呢 龙馆长作为活了很久很久的龙 他一定非常善于修书 你看他的工具也是非常专业的呢 到了晚上 看书的人一个个回家了 宝贝们 你们也回家吧 书架下 零零散散落着许多的书 都还没有回归原位 人们都走了 而小女孩却没有走 受龙馆长的影响 他也是一位非常爱书的人 所以他会帮助这些书 一本一本回归到原位 书架就是每一本书的家 把人们看过的书放回原位 也是馆长应该做的工作呢 有一天 一个女孩和她的狗狗 一起来到图书馆 我是小叶 我妹妹天天跟我说美人鱼 我想找美人鱼的书 她说 我找给你看 我说 可是 我看不见 我看着小叶 想起龙说过 他开图书馆 是要给大家快乐 跟我来 我走过去对他说 这位叫小叶的小女孩 你们看 她牵着一只白色的拉布拉多犬 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 她虽然睁着双眼 可是眼睛里没有光芒 她眼睛看不见 是一位视障人士 她牵着的正是导盲犬 手里拿着的是导盲状 有了导盲犬和导盲状的帮助 她也可以自己出来 主人公小女孩 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 虽然小叶看不见 但是她想起龙说过 开图书馆是要给大家快乐 小叶也是大家里的一员 也应该从书里获得快乐 那么我会怎么做呢 我们看到我牵着小叶的手 还帮她拿着盲状 他们要去哪里呢 我给小叶读了海的女儿 小叶什么也看不见 可她在心里 看见了书中的小美人鱼 她说小美人鱼的心地真好 后来很多眼睛看不见的孩子 爱上了龙的图书馆 他们很喜欢来这里 听我给他们读书 画面里有一二三四 四位看不见的小朋友 只有小叶能睁着眼睛 另外三位小朋友是闭着眼睛的 但是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非常的愉悦 他们一定在非常认真地 听我给他们讲故事 我的手里拿的是一本 安徒生童话 身后还有一摞高高的书 可见我给他们读了 很多很多的书呢 书架上有三只小猪 丑小鸭 等等这些世界经典的童话 小朋友 这些书你都看过吗 我们看到小叶的手上 握着一根缩短的盲杖 因为盲杖在用的时候呢 是可以拉伸为很长的一根 等到不用的时候 就可以收缩为短短的一根 方便携带 这个小男孩的身边 也有一根短短的盲杖 一天 龙对我说 我要走了 要去找这里还没有的书 以后 你可以做这里的馆长吗 你要走 可是我还没有长大呢 真的可以做馆长吗 我不会飞 有的书 我还找不到 龙的手里 提着一个行李箱 另外一只手里 带着一本书 她在跟小女孩告别 她要去哪里呢 她要去做什么呢 空荡荡的图书馆里 小姑娘的身影 看起来非常的小 如果龙馆长走了 我该多么寂寞呀 整个图书馆 变成了淡蓝色 就好像是小女孩的心情一样 充满了离别的忧伤 你可以的 你关心每一个来看书的人 在我看来 你会是个好馆长的 龙笑着说 你不会飞 不过我给你做了这个 我走了 再见 龙真的飞走了 龙给小女孩做了什么呢 原来箱子里 是一副漂亮的翅膀 这个翅膀 像是用洁白的羽毛做成的 它是怎么飞起来的呢 有可能是龙给它施了魔法 也有可能是这个翅膀后面 有一个机关和动力装置 这个翅膀 戴在小女孩的身上 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一定是费了不少心血 才做出来的 可是如今 龙走了 图书馆 就只靠小小的小姑娘 来打理了 龙走后 我做了这家图书馆的馆长 一天 图书馆里来了一只小龙 它对我说 小姐姐 你是馆长吧 我爷爷 叫我把这几本书给你 有了翅膀的帮助 小女孩可以飞起来 到处找书了 她真的做了馆长呢 而且看起来 做得还挺得心应手的 图书馆里来的这只小龙 看起来和龙馆长很像呢 身上也有红色的鳞片 不过 她的个子小小的 看起来很可爱 她的手里拿了几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是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是一位盲人作家 海伦凯勒写的 海伦凯勒从小就看不见 但是在她不懈的努力下 以及她的老师的帮助下 她读了很多的书 读了大学 成为了一名 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家 这本书正是她的代表作 原来 这只小龙 是龙馆长的孙子呀 他把龙馆长叫爷爷 龙馆长带回的书 有什么特别的呢 你爷爷 不会是 我打开一看 是几本小页 他们可以自己看的书 谢谢你 我开心地说 这天以后 小龙天天来图书馆 和我一起看书 找书 一起读书给孩子们听 可是 龙馆长还会回来吗 龙馆长带回来的书 有什么特别的呢 真的是很特别的书呢 是小页他们 可以自己看的书 原来是盲文书 盲文书里面 虽然没有图画 但是 有盲人可以用手摸的图点 就是盲文 这里面有一本 海的女儿 就是一本盲文书 而小龙呢 就留在了图书馆 和小姑娘一起 为更多的孩子 读书 找书 龙馆长还会回来吗 小朋友 你认为呢 故事读完了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读后小游戏 下面的句子 你会读了吗 每读对一句 就给他前面的星星 涂上颜色吧 他的藏书很多 比山里的大树 海里的大鱼还多 我很喜欢海的女儿 我觉得书里的小美人鱼 心地真好 这是他儿子给他画的画 在他看来 是宝贝中的宝贝 弟弟是我们家的开心果 他给了我们很多快乐 请顺着线 帮下面的每个字 找到好朋友 喜 欢 非 行 观 心 藏 书 请把问题和对应的回答 连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书 我在书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做饭 看到家人把我做的饭菜吃光 我会很开心 你为什么这么怕他 他看起来很不好说话 你为什么这么早来学校 来早一点可以多看一会儿书 请把图片和对应的句子连起来 我喜欢读书给大家听 这个小女孩可以自己读书了 请在迷宫里连出下面的句子 帮助小龙找到小女孩吧 这个小女孩真的很喜欢看书呢 我想和他一起看书 阅读 虽然我们家旁边的图书馆不一定有那么那么多书 但是也足够小朋友看了呢 每一家图书馆至少也都有几千几万册图书呢 小朋友 你去过吗 去图书馆的人为什么有点怕龙呢 我为什么不怕龙 李春老师认为呀 怕龙的人一定都还不太了解龙 光是看到龙的外表了 觉得他又高大又强壮 还有牙齿 有尖尖的爪子 看起来挺凶猛的 但是小姑娘 我 她很了解龙 她知道龙很爱书 很爱看书 也是很慈祥的 所以他们因书而成了好朋友 好朋友之间可是不会害怕的 龙为什么要开这家图书馆 在故事里 小女孩问了龙这个问题 而龙也做了回答 小朋友你还记得吗 龙喜欢看书 而书带给了龙很多的快乐 他又有收藏的癖好 他收藏了世界各地古今中外的书 所以他希望把这些宝贝的书 和更多的人们一起分享 带给大家快乐 龙的心地真的非常善良呀 我不小心把书撕坏了 龙为什么想发火 龙当时是怎么做的 龙是一位非常非常爱书的人 看到宝贝的书被破坏了 他想发火是可以理解的 就好像小朋友你 你特别宝贝的一样东西 如果被损害了 是不是会很伤心 很遗憾 龙当时怎么做的呢 他用了专业的修书的工具 耐心仔细地把被破损的书修好了 晚上其他人回家以后 我还在做什么呢 我还在帮龙馆长把没有收好的书 放回原位做整理 我在帮助龙馆长分担他的工作 因为如果书没有及时放回原位的话 其他的人就再也找不到这本书了 图书馆就会变得非常凌乱 我是怎么帮助盲人小叶看书的 首先我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小叶 问他想看什么书 并没有介意小叶是看不见的小朋友 然后我热情地拉着小叶 找来了他想看的书 读给小叶听 小叶虽然看不见 但是可以听得到呀 小叶通过听书 也能够获得读书的快乐 龙为什么认为我可以做图书馆的馆长 历春老师认为 因为这个小女孩我 她非常清楚龙开图书馆的目的 就是带给他人快乐 而我也切实做到了这一点 就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获得读书的快乐 比如为看不见的盲人读书 正是在小女孩日复一日的坚持下 才会有越来越多的 看不见的孩子聚集到龙的图书馆里 听小女孩讲书 能够为他人着想 切实地帮助他人的人 真是太适合 做图书馆的馆长了 即使他还是一个小孩子 你知道小叶可以自己看的书 是哪一种书吗 历春老师刚才在故事里有讲到 你还记得吗 没错 小叶可以自己看的书是盲文书 他可以用手来读 第四集有二百四十个字 我们一起来学一下本册的重点字 火 火 力 气 发 宝 被 自己 年 点 字 还 未 笔 会 行 叫 过 观 喜 欢 怕 给 根 明 晚 真 东 西 美 这 它 也 还 已 呢 亲爱的小朋友 恭喜你自己读完了这本图画书 快去第四集的奖状上 在这本书下面贴一个大大的赞吧